我乃当今晋王 你们竟敢对我拔刀 晋王 哈哈哈哈 皇帝的儿子 太好了 抓住你 岂不是绝佳的肉票 看来这是要动粗啊 老剑 赶你表演了 好嘞 殿下 抱歉 抱歉 殿下 手伸了 所有人扔掉武器 举手投降 本殿下还可饶你们一条生路 小的们别怕 他们就两个人 只要我们集齐协力 他们未必能杀光我们所有人 我们最多就弄死七二八百人 没什么好慌的 你们 你们 别忘了 你们可是造反的 束手就擒 只有死路一条 谁说的 本殿下这次可不是来评判的 而是来收编难民 建造二号工厂我后面拉的这些粮食和肉 就是给你们准备的 只要放下武器 我保证朝廷不会追究你们 而且还能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生命安全有保障 你们的家人也不用再提心吊胆 哼 说来说去 你们就是想奴隶我们 我们才不中你们的糖衣炮蛋 没错 不论你们如何奴隶我们 我们都绝不低头 看到了吧 小子 你想如何奴役压迫我们 我每天只给你们吃三顿饭 早餐只有白粥鸡蛋 只有午餐有牛肉 晚餐只给你们吃猪肉白菜 每天只给你们开始灌钱 每个月只有四天轮休 周末加班只有两倍工钱 每月只有二百斤大米和五十斤食用油补贴 每年只有一百罐的奖金福利 这真是我们的小祖宗呀 没错 没错 我愿意是四位警望陛下小礼 卧槽 你们 你们这群软骨头竟然敢背叛我 别忘了 是谁让你们活到今天的 没有我 你们早就会死了 嘿嘿 殿下 高王 兵不雪人 不费一兵一卒 就让他们乖乖归顺 您这张嘴堪比千军万马 过奖 过奖 民意识为天 有了温饱 百姓还造什么反呢 再说了 就算不能劝服他们 就凭剑神与我联手 同样也能敌千军万马 好 大伙们 生火造饭 扔掉武器的就是我的人 让他们吃饱饭 顿时所有人扔掉武器 来人 把这个鼓动叛乱的家伙抓起来 交给朝廷处置 什么 凭什么 我也是难民 为什么我不能和他们一样 呵呵 我的工厂可不需要刺投 你还是算了吧 我不服 我不服 自从制奴那个逆子出去了 我就感觉一身轻松了 血压也稳定了 情绪也平静了 仿佛达到了上山若水的境界 陛下 制奴可是你儿 哪有老子这么说自己儿子的 而且制奴前去评判 就待这么点人 你就不担心他 担心个头 他本是大着呢 哎 皇后 这小子哪里是我儿 根本就是我头上的太岁爷 我敢揍钱儿太儿 我敢揍他吗 我说了 我得享受一下这难得的岁月静好 陛下 陛下 不好了 不好了 老房 你这年纪 毛毛躁躁的 心平气和 心平气和呀 陛下 晋王殿下他回来了 什么 你说谁 晋王啊 他已经带着造反的罪魁祸首回城了 这怎么可能 这小子 他才出去几天啊 这么快就劝服了 朕还没过几天安生日子呢 陛下 还等什么呢 快去迎接啊 制奴可是凯旋而归 是是是 朕这就去 半个小时后 李二和皇后亲自迎接 干得好 制奴 想不到你效率这么快 朕甚是欣慰 父皇 母后 儿臣打算在京城外弄块荒地 修建一个新工厂和宿舍 让这些灾民有个归宿 好 朕答应你 不就是一块荒地 你随便挑 真的吗 嘿嘿 父皇 您挑选的那块黄鳞挺不错的 哼 臭小子 滚 第二天 二毛正在泡澡 李二就来了 劳力 怎么一大澡就来了 制奴 你之前弄的三艘巨舟已经全部竣工 你准备什么时候出海啊 出海还未时尚早 大唐如今还没有真正的水手 不经过训练 贸然出海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这个简单 朕即可命人挑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交给你随便训练 父皇 你如此着急出海做什么 你又坐不了船 当然是因为你说的 海上导国遍地都是黄金 要是我大唐得到那些黄金 以后还怕什么国库空虚啊 想干嘛就干嘛 想干嘛就干嘛 老李 你该不会是想弄个祭坊馆养一群扬州兽马吧 赔赔赔 朕堂堂皇帝 后宫三千 对美色早已不感兴趣 呵呵 口是心非 公布 工人们正在倒护着蒸汽自行车 嘿嘿 朕卢 朕可看见 你给长乐和钱都弄了台这玩意 朕堂堂皇帝都没有这拉分的座齐 你这是不是该给我弄一台 没时间 这不是有现成的吗 这台 我准备改造成三轮车 给楚莫拉货 那你也顺便给朕农亮吧 父皇 你想要可以五十两 臭小子 居然跟我要钱 不就是五十两吗 给 嘿嘿 我说的是黄金 卧槽 臭小子 这是趁火打结 不然你以为我在干嘛 楚莫得到蒸汽三轮车后喜滋滋 啪啪啪 多谢小殿下 想不到 我竟然也能有一辆能自己行走的拉风坐骑 行了行了 赶紧干活去 我倒要看看 成竹莫这小子究竟拉什么货 竟然还要用到蒸汽三轮车 狄二偷偷默默来到三轮车后面 打开箱子一看 结果里面竟然全是黄金 卧槽 卧槽 这么多钱 怎么可能就这样一个铺子 竟然如此赚钱 制奴这小子 简直是闷声发大财呀 不行 下个月就是皇后生辰了 朕一定要让这小子大出血 第二天 二毛正骑着蒸汽自行车进宫 老李 你坐死啊 突然窜出来 朕乃是你父皇 有事找你商量 难道还不行吗 行行行 你是皇帝你最大 什么事快说吧 我还得去找嫦娥姐姐玩呢 日奴 你可知道 七天后是什么日子 七天后 不正是母后的生辰吗 老李神神秘秘的 究竟想做什么 父皇 七天后是什么日子 儿臣还真不知道 哎 七天后 可是你母后的生辰啊 制奴 你母后如此疼你 这么重要的日子 你竟然都敢忘记 好了好了 有屁快放 制奴 真想给皇后举办生辰宴 但由于太过仓促 准备不够充足 所以正想找你借点钱 老李 我一个小孩 小孩哪来的钱 臭小子 还在装 哎 看来皇后今年的生辰不能够办了 毕竟国库空虚 整个皇宫都在节俭 呵呵 老小子 分明就是惦记我的银子 好了 父皇 母后的生辰怎可随便过 这样 我出五十万罐 其他的费用 你想办法补齐 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哈哈 爽快 朕奴 朕亲自操办生辰宴 不知你送皇后什么礼物 朕来替你参考参考 不用了 父皇 我的礼物要保密 臭小子 连朕也不能看吗 放心吧 父皇 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你这么好奇干嘛 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我这府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奇珍异宝啊 下午 二毛来到公布 小殿下 你来了 嗯 我上次出门时 让你们造的东西造的怎么样了 放心吧 小殿下 保证你满意 很好 记得保密 是 小殿下 陛下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这得有几十万罐了吧 就算把你的私库搬空 也没这么多呀 嘿嘿 关音币这些钱 可是朕好不容易才从质奴的小子身上搜刮的 能从这小子身上弄到银子 朕感觉终于扬眉吐气了 你是怎么从质奴那个小手才奴哪弄到钱的 朕以你过生辰的借口哄买的 足足五十万罐 十万罐半个生辰就足够了 剩下的全部冲入朕的私库 哎 陛下 你恐怕还不知道 质奴半分场 一天就花了五十万罐钱 啊 嗯?